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是复活的能力 我们需要记得 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 而且从圣经历史里面看 我们看到他给他的所有的使徒们都显现了一遍 还有五百多个弟兄们 在这些之前 我们看他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而且那个故事告诉我们 很多关于复活的能力 所以我们要看两个经节 从约翰福音第十一章 第十五节说 耶稣对他说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 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第二十六节说 凡活着信我的人 必永远不死 你信这话吗 这两个经节的背景就是 马达到耶稣那边哭着跟他说 我的弟兄已经死了 在马达的脑子里面 他知道耶稣有这个能力 但是他并不想到耶稣会在那一个时刻有那个能力 在这两个经节 耶稣告诉我们 他真正的是谁 所以我们看到大纲 我们先看到复活能力的所有者 还有是谁得到这个复活的能力 还有复活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所以我们先看复活能力 谁是有这个复活的能力 基督就对马达说这句话 因为马达的心里面有怀疑 所以耶稣对他说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这是一个特别独特的一句话 你只能在约翰福音里面找到 这是约翰福音 耶稣的一个我是 的一句话 这是约翰福音 耶稣的一个我是 的一句话 在约翰福音里面 约翰每次记载 耶稣说我是什么的时候 这都是显明耶稣基督的一个 神圣的一个部分 而且我们需要记住 在不同的福音书里面 有不同的重点 基本上马达说 马太福音讲的耶稣是一个国王 然后呢 马克福音让我们看到耶稣是一个仆人 然后呢 路加福音告诉我们 耶稣是人子 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人性 在路加福音里面 然后呢 我们看到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 约翰讲的是基督的神圣性 这就是为什么约翰 记载这么多耶稣说我是 而且我们要记得 没有人可以说我是这句话 因为这是神 因为这是神 神他自己的名字 然后呢 约翰福音 在他的书里面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就是神 因为他说我是 然后呢 耶稣基督的 耶稣基督的神 我就是 这句话是从约翰福音里面拿出来的 所以我们来到这里耶稣说 我就是复活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我是 就是神对摩西说我是我就是 然后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 他就显明出来我是的真实性 所以约翰记载了每一次耶稣说我是的时候 所以马达心里面有怀疑的时候 来到耶稣基督面前 特别伤心因为他的弟兄死了 他要的是耶稣来早一点 因为在他的脑海里面耶稣只有恢复别人的力量 他医治了这么多人 所以如果在拉撒路死之前耶稣来的话 那拉撒路就可以被医治 但是现在他已经死了 所以他就特别伤心来到耶稣面前 他想的是已经完了 已经没有希望了 然后耶稣来到他面前说我是 他对马达说的是你不用忧虑 为什么因为我就是复活 复活在我 如果我们看历史和看那个地方的地理的话 耶稣基督可以两天之内就从他当时在的地点 到马达的地点 但是他故意的晚了两天 等到拉撒路死了之后 我们知道神知道这件事情会发生 他故意等两天 为什么因为他想显明 他就是复活的能力 所以马达来到耶稣面前 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 基督说复活在我的时候 他不是说我知道复活的方法 他没有说我知道怎么使人从死里复活 他没有说我知道这个方法 他没有说我知道怎么把人从死里复活 他没有说我知道复活的哲学 我知道关于复活的知识 他说的是我就是复活 复活在我里面 你们理解这是什么意思吗 复活在我里面 复活在我里面 就表明复活的能力在他里面 但是他就是复活 表明他就是复活 他不仅仅说他是复活 他是复活他也是生命 所以他对马达说 你不用伤心 你不用悲伤 为什么 因为我就是复活 我来就可以把你的兄弟给复活起来 如果你有我的话 你就有复活 如果你有我的话 你就有生命 他不是说你在学一些复活的资料 他说的是如果你有耶稣 你就有复活 如果你有耶稣 你就有生命 所以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 关键我们要学会 耶稣说我是的时候 他就是 所以他说我是好牧人的时候 他就是好牧人 然后他就会 照顾他的羊群 他也说我就是门 如果你进入这个门 你就有永生 所以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 如果你有耶稣基督 你就是经过了这个门 这是一样的道理 耶稣基督说 如果你有复活 如果你有我 你就有复活 如果你有耶稣基督 你就有生命 这是永恒的生命 所以基督对马达说 你不用担心死亡 因为他说复活的能力 就在我里面 我可以使人复活 死亡再也没有权利 控制神的子民 因为我们有耶稣的话 我们就有复活的力量 因为他就是复活 我们有耶稣基督的时候 我们就有永生 死亡就对我们来说 没有任何的危险 因为死亡已经被战胜了 他就是生命 他就是复活 在永恒面前 死亡是无能的 所以耶稣说 我就是复活 我就是生命 复活是我的 生命也是我的 这是我们是要记得的概念 第二我们要问 谁能得到 这一个复活的力量 我们看到二十五节的后半段 看二十六节的前半段 耶稣说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凡活着信我的人 必永远不死 他这里面讲的是两种人 在第二十五节 他说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这讲的是相信耶稣基督 但是已经死了 相信耶稣基督的 如果虽然他死了 如果虽然他死了 他有一天也会复活起来 第二种人就是第二十六节形容的 这种人就是已经 就是还是活着的 他们活着的时候 相信耶稣基督 圣经说他们永远不会死 这种人就是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他们还活着的 因为他们永远不会面对死亡 因为他们那组人会永远的活着 那组人是一个特别有 荣幸特权 特权的人 荣幸的人 因为他们第一次死都不用经验 他们活着 然后耶稣基督回来 然后他们就被提到天堂 所以他们没有经历过死 所以这就是耶稣讲的两组人 对那些相信耶稣基督 然后死的人 他们就会有复活的力量 所以他们可以死了之后再复活起来 然后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如果我们还不死的话 那复活的能量就在那个时候永生 就在那个时候显明出来 我们就不用经历死 就比如说我们这一组人 这一个讲道完之前 耶稣基督再来 然后呢我们还没有死 然后呢我们就会被提到天上 永远地跟耶稣基督在一起 这就是耶稣基督讲的第二组人 所以我们现在在世的人 有可能成为第二组人 所以耶稣基督说 对那些死的人 我就是复活 如果他们相信我的话 我就是复活 他们有我 他们就有复活的能力 他们就可以从死里复活 对那些相信耶稣基督 还没有死的 如果他再来的时候 他们里面有耶稣 他们就有生命 他们就有永恒的生命 然后他们就会永远地活着 所以那两组人都有复活的力量 也有生命的力量 但他们两个都有一个 特别重要的宪决条件 第二组节说 信我的人 二十六节说 凡活着信我的人 所以条件就是 我们必须得相信耶稣基督 相信耶稣基督跟相信是不一样的 信入 信进去 就是你要把你自己投进这个信入里面 信仰里面 太多人单单只是相信 他们相信 他们相信的全部都是知识 他们没有真正的信进去信入 这一个信仰 他们的情绪没有参加 他们没有把他们的情绪没有参加 他们没有把理性放进去 他们没有把他们的意放进去 他们只相信知识 他们相信的耶稣基督只是纸上写的耶稣基督 在他们脑子里的耶稣基督 他们的心里不是耶稣基督的 所以那一组人是相信耶稣的 但是那一组相信 竟相信入耶稣基督的 他们会把自己的生命尾声来跟随耶稣基督 他们会把整个生命投靠投资跟随耶稣基督 因为他们已经信进去了 他们不会倚靠自己的想法 因为他们已经把自己投入在这个信仰里面 那我说一句话 如果你信入耶稣基督 然后那如果你把 如果你从你的信仰里面拿出来 的话你就什么都没有 因为你已经信入 那我们要请察自己 我们是信入吗 我们是相信耶稣基督的吗 如果我们把耶稣基督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挪去 我们还有什么呢 如果我们把耶稣基督挪掉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 那我说一句话 你们有可能没有真正的信入 那一组信入耶稣基督的 他们就是没有耶稣基督 他们什么都没有 耶稣就是他们的生命 没有耶稣 他们没有目的 因为他们信入耶稣基督 那我们要问你和我呢 are you those people just follow Jesus but then far away that you don't want to commit too much 我们是那一组 在远远跟着他 我们不愿意投靠太多 投靠太多吗 and Jesus Christ and the faith that you have is only a declaration 然后呢 我们的信仰 只是一个装饰品 and it's not inside of you 都是在我们里面 and of course you're not going to experience the power of resurrection or the power of life 而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不会经厌 就不会经历复活的力量 不会经历生命的力量 for those who believe into God and believe in Jesus Christ then they will have this assurance and they will have this surety and they will have eternal life 但是信耶稣基督的人 他们就会有这个保证 就是生命的保证 and finally we want to look at the last portion of the scripture it says the occurrence of the power of resurrection 最后我们看到 复活能力的发生时 and Jesus Christ continued to talk to Mothar says that those believing in me and and those who live and believe in me and then finally he asks Mothar says believes thou this 他说信我的 在二十五节 然后呢 二十六节的信我的 然后呢 在二十六节 继续说 你信这话吗 do you believe what I said 你相信我说的话吗 you see there's a lot of people that stay in church and heard a lot of sermons 有很多人 带着教会已经很久了 然后呢 听见很多讲道 but the message goed this year and came out from the other year 但是是从一个耳朵 进去另外一个耳朵 出来 they really don't believe 他们没有真正的相信 and if you hear this message and then you understand that you are only those those people who believe in your mind 啊 那如果你听到 这一片信息 然后呢 你认识到 你是一个 从这个 只是用 你只是用脑子 相信的人 and you never commit your life 没有委身自己的生命 and you never enter into this faith 没有进入这个信仰 you never commit yourself to follow Jesus Christ completely and fully 没有委身跟着耶稣基督 and then you believe this 然后耶稣问的是 你信这话吗 and then you turn from your own way 然后呢 你从旧的方法转过来 then you're going to experience God 然后你就会经历神 and your life will be totally changed and你的生命就会改变 and because you're going to experience God every single day in your life 因为你每天都会经历神 because you believe not only here but you also believe here 因为你相信 不仅仅是脑子 但是也是用心 and so now God is not your parents' God or your grandparents' God God is your own God 所以神不只是 你父母的神 或者是你主父母的神 而变成你的神 Now let me ask you Do you think that Martha believe in God 那我问你们个问题 你们认为 Martha信这话吗 相信神吗 当然 But why he doesn't have this assurance 但他为什么没有这个确诊呢 At this moment Martha does not believe into 因为在这时刻 Martha没有信入 And so she has all the knowledge 她有知识 But she doesn't have the commitment 但是她没有维生 And how about you 那你呢 Do you have this commitment of life and to follow Jesus Christ No matter what happened 我们有这个维生吗 就是跟随耶稣基督 无论发生什么 And even he took our lives 虽然他把我们的生命拿去 We're still believing in him 我们还是相信 Because we believe 因为我们相信 He never make mistakes 他不会犯错误 And so that we will be able to Entrust our whole life Unto his hand 所以我们就可以 把我们整个生命 放在他手里面 Abraham is the one Who believe in too Yahbollahhan就是信入的一个人 So when God asked him To give his own beloved son Isaac 所以神让他把他的爱子 独生爱子 以撒献上的时候 He has no doubt He has no doubt And he sacrificed his own son He's not pretending He is actually desire To cure his son So that he offers His son to God 他不是假装的 他是真正的准备 把他的儿子给杀掉 为了做反击给神 And the Hebrews Explained why he did that 然后呢 希伯来书解释 他为什么敢这样做 Because he believed That God is going to Raise his son Isaac From the dead 因为他相信 神会把他的儿子 从死里复活 Because he believed in too 因为他信入 Now if you believe in to God Then you understand He is And when you understand He is There's nothing That he cannot do 如果我们相信神的话 我们就相信 他事 然后呢 如果我们相信 他事的话 我们就认识 他没有不能做的事 And if we believe in to him Then if he asks us To give him anything We believe that he is going To return us better Than we offer Oh no 我们相信他的话 他要求我们给他什么 我们就可以知道 他会回报我们的更好 Now what is your faith 那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呢 Do you are Are you those people Who truly commit yourself And to call yourself Believe in Jesus Christ 我们是那一组人 可以称呼我们自己 是信入耶稣基督的吗 Now Jesus Christ asks Malthar says Believe thou this Actually in the application He is also asking Every one of us He said Believe thou this 他实际上也是在问 所有读这一句话的人 你们相信这话吗 Do you believe this 相信这话吗 Let's pray 我们一起来祷告 Father we are coming To thy presence And ask for Thy guidance and leading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祈求你的领导 And I pray the Holy Spirit will move in among us 愿圣灵在我们之间动弓 And so that we'll examine our own faith 所以我们就可以 省察我们自己的信仰 To see whether our faith is True faith Or just a superficial faith 看看我们的信仰 是不是真正的 还是肤浅的 Help us Father To deeply Deeply Believe into the faith 主要帮助我们可以 进入这个信仰 And so that we believe in Jesus Christ Is the The True believe That we Commit everything Our lives Our soul And our all To follow Jesus Christ So this evening As we pray together May I challenge you So this evening as we pray together May I challenge you 我的问题是,你们愿不愿意,我们愿不愿意,投靠我们的生命来跟随耶稣基督。 如果这是你的愿望的话,请你举手,对主人的愿望, 主啊,我愿意跟随你直到世界的末日,我的生命是你的。 如果你愿意说这句话的话,请你举手,感谢主,感谢主。 主啊,我们感恩我们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认识到你就是复活,你也是生命。 而且如果我们有你的话,我们就会有复活的能力,我们也有生命的能力。 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尾声跟随你,直到你在天家接我们的时候。 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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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